另一個當年也經常做一個Gossip 位 因為招援和高志森的主理人的關係 令你有很多主角做的 沒錯 這些傳聞都是很多人說的 當時在劇團中有些難聽的話 我只是覺得回頭想起 就覺得自己要給自己一個讚好 頂得住 頂得住 絕對 很難受 因為團中好像被孤立 例如幕後 某些演員都會對你有一種看法 不過我不怪的 因為人是這樣的 所以當時是被孤立 但這種孤立我要多謝 就是變成一種力量 令你更加專注自己在做什麼 以及更加努力將這件事做好 嗯 但譬如 去到合作得這麼好 去到2005年左右 為什麼要離開春天自助的劇團呢? 又是自己長大了一點 又有些野心就覺得 不想整天 因為演員始終是被動 但其實自己開始已經慢慢蒙起了一些 這個角色我想做 這個電影可不可以改編成為舞台劇 這首歌我想唱 這個人我想合作 這個主動權給自己的時候 就要自己有團 自己建立自己的劇團 不是說一心想撇清 你以前說我自己自立 沒有啊 沒有時間 其實我這20年工作都真的很忙 一直在事業上 自己的職業上 在很努力奮鬥 所以我只是很純粹覺得 有些戲我真的很想做 有些演員我真的很想合作 但怎樣呢 我想自己作主 所以就自己創了一個團 剛才《招喚》說到有一首歌叫《執迷不悔》 是 感情上 《招喚》是否一個 執迷不悔不聽別人說的女性 是 絕對是 所以當年都是一意孤行地 有了第一段感情 就是高先生 但這段感情很長 21年 很專一的 但小時候 我想問問 支援還在讀中學的時候 有沒有幻想過 將來自己的白馬王子是怎樣的樣子 或者多久結婚 有啊 所以我就說 千萬不要亂說 以前我小時候 很喜歡看瓊瑤的小說 譯書 所以很受林青霞 《巡漢》 我想每個少女時代都希望一個高高瘦瘦 還有因為我爸爸是高高瘦瘦 我爸爸很瘦的 所以我經常都幻想 我將來的男朋友 我的伴侶應該是高高瘦瘦 有沒有幻想過自己多少歲會結婚 有下一代 那也沒有 但到你去到一個春天劇團 是 是 覺得什麼原因令你欣賞高爾森 聰明 我真心覺得她是聰明 還有我小時候也是 可能因為爸爸的關係 我都不介意 很多人熟悉的人都說我有戀父皇 我喜歡一些比較成熟的 聰明的人 和你小時候幻想的情況 又是一回事 那個真的是少女心事的幻想 和實際你真的去接觸一個人 原來你發現自己是喜歡聰明的人 可以領著你走的成熟的男人 是 但是你們一起 那時候 高先生還未對外話她已經離婚 這些事情真的很難說 我也不方便在這裡說 但是你換了一個被扣上帽子的責任 你被叫做第三者、撲壞女婚姻 甚至很難聽的 胡來精三個字 你當時不難受嗎? 我真的沒有 是的 我覺得你選定了那個人 正如我在工作方面 我選定了那個目標 我就義無反顧地走到去 你還可以繼續走下去的時候 但是你就清楚對方已經搞清楚婚姻 你才和她一起開始 當然了 當然了 這個又不可以 代她作答 當然了 這個是我自己 我知道的 這個是 是的 既然這樣 排除了萬難 21年 如何去到2019年 招援你要選擇提出分手呢 我想原來每個人的階段真的不同 所以她那個階段到了那個年紀 到了那個生活的方式 那個氣氛 那個氛圍之後 那個人就會變得不同了 是你覺得的 是的 是我自己覺得的 我覺得 這個就是女人和男人的分別 是的 女人她真的會到某一個年紀 某一個階段 她就會有一些 你猜不到的事情發生 我自己也猜不到的事情 但是那件事你又覺得很急切性 為什麼呢 我一定要做這件事 又不涉及第三者 為什麼你一定要做這件事 我想我就是這樣的性格 這個與性格有關 你覺得你要轉變你的生活 是的 突然之間覺得 這個生活我已經過舊了 在這個階段足夠了 我想試一下另外一種生活方式 去走我跟著生命 看看會是怎樣 所以我就 很多人都說 蛤? 蛤? 有人都會說 蛤?你不是啊 你這麼傻的 因為我們行內的人都猜 大家都經歷了這麼多 21年都應該邁向結婚的階段 但是突然之間就聽到 招門說分手 蛤? 以前我們猜她會結婚 是的 因為傳出過很多次求婚 是的 我也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是的 我個人的性格就是這樣 但是當然 那個轉變不是亂來的 是的 所以 有一年來有沒有計劃過下一步 說真的 其實都沒有的 因為傳過幾次分訊 其實都沒有的 是的 沒有認真地去面對這個問題 可能如果當時認真面對的話 可能有不同的寫法 是的 但是因為沒有認真去面對 是你沒有認真面對 還是對方沒有認真面對 其實大家都沒有認真面對過 是的 沒有認真面對過 然後就沒有了 你從來沒有覺得需要一個名份的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 是的 可能我因為白羊座 然後月亮星座又人馬座 個人是非常之自由 追求自由的 一圈圈星光背後 有我招援 想聽竹本訪問 立刻上881903.com 節目重溫 結束 旦 seminar